大家好,歡迎又收看Queen記 今天我滿足不同的需要 有人喜歡生炒糯米飯,也有人喜歡蒸糯米雞 好像我家裏不同的成員都有不同的喜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兩種吃糯米的方法 騙人的快捷簡單生炒糯米飯版本 我們今天先做過生炒糯米飯 明天先和大家分享蒸糯米飯,因為一條片實在太長 先來看看這一堆,待會用來炒香肉的調味料 這裡是一般四人的份量 我們預先浸泡乾瑤柱、蝦乾 然後我還預備五花腩、雞肉 你可以用雞腿肉或雞胸肉,沒有骨肉就可以了 10粒冬菇、4條臘腸、2個紅蔥頭 如果蝦乾或乾瑤柱有些黑色腸 就撩起來就可以了 記得浸乾瑤柱和割蝦乾的水要流起它 3級糯米 見到下水比平時煲飯少起碼一半 下少點水,那你就一定是好成功 冬菇或者蝦米乾瑤柱之類可以浸過夜 記得放進冰箱 紅蔥頭切越細粒越好 其他的用料,隨便切一粒一粒 所有材料切粒 如果有海鮮敏感的朋友 就不需要下乾蝦之類的食物 乾的海鮮淚令到味道更豐富 因為始終都是醃製過 臘腸之類多少就隨你喜歡 但千萬不要太多 太多的話,糯米飯就會很鹹 其實糯米飯真是很簡單 只不過切東西的時候需要長一點時間 先來爆一爆紅蔥頭 兩個紅蔥頭切粒 下兩匙油,然後爆香 不用爆到好洞 金黃色就可以上碟 不用洗鑊 用同一個鑊 爆香其他所有材料 先放五花腩 雞肉,然後就是臘腸 等臘腸出油 出油之後 可以放乾瑤柱 其他的醃料 例如燒酒、蠔油之類 全部都可以放進去 生粉水當然是最後才放 煮好飯 見到一粒粒多漂亮 洗什麼生炒 就這樣拌下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飯太生,不要緊 最重要,我們剛才有些雞湯 你現在可以加少少雞湯 慢火,一邊拌 一邊煮,飯一定會OK 最重要是一粒粒 不要一坨 你的糯米飯就很成功 好像街邊裡的生炒糯米飯 但是我們這個版本 是不是很快很簡單呢? 筆在糯米飯在碗裡 再用大碟蓋住 翻一翻,轉起,上碟 各位觀眾 生炒糯米飯 騙人版本 不用生炒 但是有生炒的效果 材料豐富 顏色又漂亮 這個菜自己吃 又可以騙人 簡單方便又好吃 希望大家都一樣喜歡 希望大家都一樣喜歡 這個生炒糯米飯 記得按個讚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收看 多謝